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酷刑生不如死 与被指贪腐的许多中国高官 一上法庭就承认有罪 还对党的关怀感激听铃 迥然不同 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等九项罪起诉的知名农业企业家孙大午 等多名被告坚持自己无罪 但是这位许多人眼中的硬汉子 在法庭上说的一席话令人震惊 他说自己在狱中苦不堪言 生不如死 至少这句话透露出当局 实施酷刑何其残酷 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中国人权捍卫网络 发推指出 大午案中有七名被告人 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在此期间 他们遭受了严酷的非人道待遇 在庭审中 他们提供了相关线索 向法庭提出 排除非法证据申请 但被法庭驳回 孙大午说 只居期间 我苦不堪言 生不如死 孙大午还说 我曾要求到看守所去 为此绝食三天 7月15日 孙大午一案中 河北省高碑店是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 指控的主要罪名是涉嫌寻信滋事罪 妨害公务罪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 9项罪名 大午案法律团队 透露出两点信息 在5月17至22日 举行的庭审前会议上 由于召开仓促 没有足够时间看卷 在侵犯月卷权 辩护权的情况下 控辩审三方 曾爆发激烈争执 会议现场 律师抗议声一片 被告人哭声一片 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孙大午就是在庭前会议上说 苦不堪言 生不如死的 第一日庭审结束 发表介绍声明指出 此案名为公开审理 却限制旁听人数 大午集团约有9000员工 仅有30名家属 及工作人员取得旁听证 而且法院还以防疫 场地限制为由 安置在其他法庭 通过视频旁听听审 大部分家属 反映视频旁听画面不清晰 声音时段时序 开庭时 法院前100米范围 到处安装壁炉电视 法院门口身穿黑衣的便宜公安 要求在场关注案件的民众离开 孙大午在中国 有良心企业家的称号 1985年 以饲养1000只鸡和50头猪起家 创建大午农牧集团 名列中国500大司企 孙大午办学校 办医院 规定村民看病 以及全生每天餐饮收费 只要人民币10元 受到民众好评 孙大午也因反言 喜好平易时事得罪了当局 2003年 大午集团应在集团网站发表 包括他撰写的《悼念李慎》之 以及《两位民间商人 关于中国时局及历史的对话》 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等文章 被控严重损害国家机关形象 当局下令整队网站 停业六个月 加之向三天农户借款 当年5月被拘捕后 判三年 缓刑四年 孙大午2020年10月13日 在微博发文称 有人说 什么叫社会黑 晴天白日 你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熙熙攘攘 你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有权有势的横行霸道 有理有据的寸步难行 白天活见鬼 夜里死见人 去年11月11日 警方一举逮捕了他及妻子 两个儿子而其 公司高层等28人 直到4月22日 被扯的孙大午及亲属 以及公司高官 才收到逮捕通知书 2003年 孙大午案最后已缓刑了之 有人分析 当年维权运动 风尘水起 孙案了得 相对较好结果 如今党庆百年 企业家的厄运来了 孙大午案开情 已进入第二天 中国国内媒体集体沉默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东京奥运村发现 以新冠确诊病例 东京奥运会面临空前压力 东京奥运会主办方 17日宣布 在奥运村发现了 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东京的新冠病毒 新增病例 持续保持在1000以上 给东京奥运的安全举行 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该消息公布的同时 东京的疫情继续处在上升阶段 东京都报告说 16日新增病例1271例 这是连续三天 新增病例保持在1000以上 日本国际舆论对目前 举行奥运会有很大压力 人们担心病毒变异 会引起新一波疫情反扑 东京奥运会计划 在7月23日开幕 到8月8日结束 参赛运动员总共11000名 其中大部分将入住奥运村 奥林匹克官员说 目前跟这次奥运会有关的人中 已经有大约40人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其中有日本人 也有外国人 东京奥组委 发言人高谷郑哲 在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奥运村有一个人 这是在筛检过程中 奥运村报告的第一个病例 高谷郑哲没有公布 这个人的名字 现在这个人 已经被隔离起来了 东京奥运组委会 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说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这个感染者是否接种了疫苗 武藤敏郎表示 运动员每天都要进行检查 如果有人检查阳性 无论是否有过密切接触 都要立即进行隔离 东京奥组委主席 乔本圣子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个人不是运动员 而是参与运动会 筹备工作的一名工作人员 日本首相菅义伟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 上周宣布 东京进入紧急状态 在紧急状态下 奥运会标志性的活动 精彩华丽的 开幕式和闭幕式 以及粉丝 与运动员的互动 也取消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马来西亚与中国铁路 18亿美元超大合资项目落空 中国铁路公司的马来西亚 参与的一个价值18亿美元的 超大合资项目 因未能满足协议规定的条件 而宣告失败 合作双方在14日 发布的一项联合声明表示 一项涉及政府 开发商及中国合作伙伴的 大型合作项目 股权交易的协议 因为未能满足条件 已经于今年5月6日失效 马来西亚著名开发商 伊斯·赶达海滨控股公司 及其中国合作伙伴 中国铁路工程公司 原计划以74.1亿零特 约合17.7亿美元 收购马来西亚首都 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城 混合商业项目60%的股权 而马来西亚城混合商业项目 由马来西亚财政部下属的TRX城拥有 马来西亚城混合商业项目的地址 原为拟议中级隆坡 与新加坡之间高速铁路的终点站 但是这一高铁项目后来被叫停 TRX城与伊斯·赶达海滨控股公司 及其伙伴中国中铁公司 在被废弃的高铁终点站 兴建大型混合项目的计划 可以说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2011年双方宣布启动项目 但是在2017年又宣布取消 2019年双方又恢复合作 各方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来维持伙伴关系 双方星期三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 尽管做出了这样的努力 但至今为止 双方未能就延期条款达成一致 为了参与这一合资项目 伊斯·赶达海滨控股公司 和中国中铁公司 以及向马兰西亚政府 支付了12.4亿零吉特的 订金和预付款 这一计划也促成 伊斯·赶达海滨控股公司 计划在今年上半年上市 以筹集至少50亿零吉特的资金 现在项目取消了 马兰西亚政府将退还 伊斯·赶达海滨控股公司 和中国中铁公司 已经支付的订金和预付款 马兰西亚成混合商业项目 最早是由马兰西亚前总理 纳吉布·拉扎克 为缓解丑闻缠身的 国家基金 伊马发展有限公司的 债务负担而推出的 但是在2017年5月 因为付款纠纷而倒闭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 英国将取消防疫限制 专家警告危及全世界 英国即将在7月19日 解除多数的新冠防疫限制 但国际专家及学者警告 此举可能对全球造成威胁 有美国学者甚至形容 英国的做法是预谋杀人 英国首相约翰逊计划 在19日解除大部分的 新冠防疫限制 包括取消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等规定 夜店等行业将得以重新开放 虽然Delta变种病毒依旧肆虐 但约翰逊本中表示 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极有可能已经过去 他为这项策略辩护称 在天气转冷 以及学校假期到来之前 现在是放松限制的正确时机 他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如今谨慎前行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周一就立地 回复到新冠以前的生活 约翰逊认为 英国三分之二的成年人 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可重新开放 但英国首席医学官会提警告 感染率可能达到相当可怕的水平 国际专家也同声警告 英国的计划鲁莽 而且没有科学依据 多名科学家7月初 在权威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 发表公开信 批评英国政府在第三波疫情 持续肆虐的情况下 进一步放松防疫的决定危险 而且不成熟 公开信指出 想通过群体免疫来结束大流行 需要足够的疫苗接种率 而英国在7月19日 不太可能实现更高的接种率 方宽限制将意味着 以年轻人为主的部分群体 将通过感染免疫 专家在信中写道 感染与死亡的联系 虽然被削弱 但并未被打破 试图依赖自然感染 取得免疫存在的危险性 这封公开信发表时 共有122名科学家联署 细今已有1400名科学家签名支持 公开信的作者 16日组织了一场虚拟会议 邀请世界各地的主要科学家 及政府顾问与会 各国专家在会上警告 英国的决定将导致灾难性后果 伦敦大学医学院 临床运营研究部主任帕格尔表示 今年夏天可能出现新变种病毒 我们作为全球旅游中心 任何在英国成为主导的变种 都可能传到世界各地 Alpha变种就是一例 我很肯定 我们催化了欧洲和北美Delta疫情 他强调 英国的政策不仅影响英国民众 还攸关全国 美国防疫学家哈子尔廷表示 我曾经写过 我认为群体免疫的策略 事实上是谋杀行为 以群体免疫为目标 意味着明知会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 还推行政策 英国政府则否认 故意放任Delta变体肆虐 以达到群体免疫 但坦诚未来几周内 每日新增感染数字 可能激增至十万人 这将使各地医院承受重负 祖格兰及威尔士地区的政府 则制定自己的卫生政策 继续执行在商店及大众交通等 密闭空间内戴口罩的法律规定 白阿尔兰可能会跟进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